大家好,批评书 我的这个优管这个频道吧 基本上都是以插科打混的 开玩笑,说段子为主 大家轻松一下 但是自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仗打起来以后 我也搞的是一天到晚假不假 是在那里 在这个频道里面去说一些一个思考性的东西 我自己都烦 哎呀 但是有很多事情真的是 又逼着我不得不想 其实说这种静态的思考性的东西 看的人很少的 今天不过了 我还是想忍着被这个大家不看的这么一个风险 跟大家做个预测 所以说这个东西 这个预测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真的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还活着 还没死 一个人死了 跟这些事就没关系 只要没死 跟你就有关系 跟我就有关系 就说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如果是俄罗斯如果是失败了 世界将会怎样 反过来说如果乌克兰失败了 那世界又会怎样 是吧 两个国家 它总有一个国家会取得一个最终的胜利 它不可能最后打着打着打着就没事了 这是肯定的 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个阶段 有些个东西我们是要思考的 这个战为什么会打起来 首先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乌克兰就是炮灰 乌克兰的战争是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就是牛邦政府 深层政府 他选择乌克兰这个地方 他的地缘政治位置 他的世界观的位置 都决定了这个地方一定会成为战场 真的 这就是夹在这个大的集团之间的小国家的命运 非常的可怜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是完全同情乌克兰人民 我并不同情乌克兰的政客 我更不同情乌克兰背后的那些推手 我同情乌克兰的老百姓 真的是打仗的日子不好过 但是整个这个局面背后一定有更邪恶的事情 那普京我们说过他想干什么呢 普京他要阻止北约东窪啊 是吧 然后想在国内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啊 因为他说要再给我20年呢 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嘛 这20年差不多了吧 俄罗斯也没强大 你接下来怎么玩呢 是不是没法玩呢 你就赶紧走人呗 他估计他又不愿意 你看他身体也不棒 他不愿意 那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是挠点动静呗 这都不是好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是我们不要在两个方面的挑一个好东西啊 但是人做事情都是有目的导向嘛 那普京的目的呢 相比于深层政府的目的 相比拜登的目的 普京的目的 目的性相对看上去要短一些 要小一些 他不爱不爱 会就维持他俄罗斯的统治呗 然后就保护俄罗斯免受这个北约的威胁呗 威胁呗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嘛 但是拜登啊 深层政府啊 这些人那可是要干大事的 索罗斯啊是要干大事的 所以有人说的很聪明的啊 你在这个非常多的信息里面 你要就是删凡就减呢 你就看一件事情你就知道 这个事背后不简单 就是比如说索罗斯啊 这个狗东西啊 这个老不死的魔鬼 他长着一个魔鬼的脸 我说索罗斯在什么时候 他选择支持什么 你一定要小心 因为这帮孙子就是有钱了 以后想干大事 想搞人类命运共同体 想搞这个什么各种 什么人类的重制计划 什么比尔盖茨 就这些人有钱人啊 真的是像罗斯柴尔德家族 一切等着啊 就是人都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是个知识分子 我有知识了以后 我就想发明一条新的理论 改变这个世界 人就是我有钱 有钱多的 我根本就花不完 富可敌国 不是敌国 富可敌地球 我就想按照我的 这个设计框架 把这个地球世界 重新构造一下 人都是这样子 你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有一天 你有知识了 如果你有钱了 如果你有一天 你有权了 你就开始干大事 往往人 人在干大事的时候 就是在做最坏的事情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美国那个参议员 克鲁兹他就讲的 我们要强调一个极简的原则 什么东西大的就不好 好聪明的人呢 真的是 中国人听不懂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思考 如果说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代理人 这场战争的最后取得伟大的胜利 但是全世界都欢呼了 打败了经约者 保驾为国 取得伟大的胜利 但是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接下来整个人的社会 会进入一个1984时代 我跟你说 整个人的社会 因为整个人的社会 它是主要是由西方社会控制的 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有60%到70%的 这个国家 都是受制于西方的 这一套政治正确的 所谓的自由主义的 民主主义的理论 这一套全球乌托邦的 一种开放社会的构想 全球化 这种东西 它看上去非常的漂亮 非常蛊惑人心 非常能够迷倒人 但是一旦推行出去 它就是一个全球型的1984 就像在美国 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 民主党把民主挂在嘴巴上面 拼命的去批评川普不民主 川普做过什么不民主的事情 你跟我说说看看 是谁没经过任何程序 就把川普总统推特就停掉了 是谁没有经过任何证据 就不能一二再再二三再发起这个弹劾总统的活动 你这是民主吗 你这是谎言 我说过在谎言和战争之间 谁更具有破坏性 那一定是谎言 所以很多人说 那当然是战争 战争只是一个结果 是因为人撒谎撒得无法资源其输了 最后就开始 就开始打仗了 你知道吗 像中国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共产党它会出现六四这样的事情 因为它有巨大的谎言笼罩在这个国家 最后所有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处理愤怒 共产党最后就是叫恼羞承诺 是吧 恼羞承诺 然后完了就就突突突把学生就给干掉了 战争只是一个结果 战争背后的最隐秘的推动力 是人类无所不在的无耻和谎言 谎言才是最具有杀伤力的东西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乌克兰的代理人战争 他取得胜利 整个西方社会都会瞬间进入一个全球化的1984 老达哥看着你 人工智能 区块链 各种高级的东西都会看着你 我跟你说 一点悬念都没有 你不信你就是吧 而我们这些好不容易辛辛苦苦 从中国跑出来的所谓的华人 我们是要投奔自由的 是不是 我们要享受言论自由 我们要享受自由迁徙 我们要享受我们的表达 各种 我放心好了 你是叫做离开了习近平的一个小地狱 完了以后你来到一个西方社会 这样一个大地狱 真的 但是反过来 如果说是俄罗斯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 接下来一样的也不好 俄罗斯如果在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 他取得了胜利 他一定会继续扩大战果 普京这个人的性格里看得到的 你看他最近有人传出消息 我怀疑是假的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东西 我按照我的习惯 我分析还是比较靠得住的 就是他开始警告什么瑞典 什么芬兰 就是北边的嘛 那些一个中立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 他们并没有成为北约组织的渔玩 所以接下来 如果说俄罗斯的这个军队在乌克兰 所向披靡取得伟大的胜利 他一定会想办法继续把北约的组织 往那边推 而且警告这些个没有加入北约的欧洲国家 你不要加入北约 否则我弄死你 我跟你说 那整个世界的话 一下子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一个局面 俄罗斯要想继续扩大战果 那北约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好吃的 因为他现在还处在一个什么呢 就是打代理人的战争吗 自己不上战场 你看到没有 就忽悠这个乌克兰的人去打 去送死 然后他们在这出点钱 出点武器 这个东西当然比较轻松的 所以你看拜登反复说 我是不会派我的军队去打 跟苏联打 跟俄罗斯打仗的 这都是 其实我说实话 比如说我跟你是兄弟 我们俩都是叫做什么 桃源三结役的 朋友是不是 两类插 为兄弟可以舍命 是吧 完了以后我跟别人打架 我见见我已经快打不过他了 完了以后你在旁边 你还在那加油加油加油 我给你回去去炖一碗鸡汤 给你吃点鸡汤 有力气再打 你他妈的你这时候 应该上来帮着我一起干呢 是不是 你还搞那些叙头巴脑的干嘛 你看他没有 美国欧洲的政客 他就是搞叙头巴脑的 我给你点武器 给你点东西 让乌克兰人送死 为什么 他们觉得自己还没到出手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个代理人战争 他们自己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知道吧 所以如果是俄罗斯取得了胜利 他一定会继续往西方推 一定会给这个北约 给整个欧洲造成巨大的压力 这时候北约就没地方可退了 然后就终于爆发了 整个北约欧美集团和俄罗斯之间的巨大的战争 那就是所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呗 那第三次世界大战 你打响 那现在的人都战争这个东西 他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打着打着打着就失去理智了 你在和平的年代啊 大家都先协议啊 我们都要承诺啊 不要首先使用核武器 那你是在没有打仗的时候 你说说而已啊 一旦真的杀红眼了以后 哪有什么规矩啊 就人就人是一群疯子 你知道吗 所以无论是俄罗斯取的胜利 还是乌克兰的代理人取的胜利 这个世界都不会好 这才是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可怜就可怜的老百姓你知道吗 就是你我这些个人 我说实话 你说乌克兰人再怎么差 比我们还是要幸福一点 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利益 真的 我们好不容易从中国这么一个地狱之国跑出来 然后完了以后 现在你 你站哪一边其实你都不对 你知道吗 你以后你站乌克兰的代理人 你对吗 不见得的 接下来会有巨大的管制 你没有言证自由 你的每一个东西就像加拿大一样的 你说你一个卡车司机 做一个和平的抗议 你凭什么封锁人家的银行账户啊 而且你的这个加拿大的副总理 财政部长公开的就威胁 你凭什么哪一条罚哪一条你 哪个县 县法哪一条规定 你可以封锁人家的账户 是不是 你美国也是美国的1月6号 你那些人干了什么东西 你把人家关这么久 其实欧美时候的1984已经开始了呢 你知道吗 如果说这个 如果说这个俄罗斯这次失败了 他这种全球化的1984会迅速的扩展 我告诉你 如果说俄罗斯赢了 整个世界要进入惨烈的火拼时代 然后说不定对方双方都要使用核武器 整个世界面临着毁灭 到底哪一个好呢 我觉得都不好 我这样的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像我反复跟大家讲圣经 这个大卫王做了坏事情 上帝给他一个选项 就三个选项 我反复说一遍 你一定要沉思这个话 战争 瘟疫 饥荒 你说哪一个好吧 哪一个都不好 我作为一个人 我谁 我急不要战争 我也不要瘟疫 我更不要饥荒 我要什么 我要和平 我要富足 问题是你配嘛 是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还是那句话 这是我这些年读书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 你任何时候你 你不要去 我选择什么 或者我不选择什么 我应该要回到我自己的一个人的范围之内 我要问我自己 我做错了什么 我到底为什么会面对这样的结局 比如说大卫面对这三个选项 大卫就会说 人太坏了 所以他说 我宁愿落在上帝的手上 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上 因为他知道人太坏了 明白吧 所以今天的这个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人太坏了 所以在整个人类都败坏的情况下 你在那里瞎激动 一会儿又支持俄罗斯的 你不是傻吗 一会儿又支持乌克兰的 你也不是傻吗 都挺傻的 所以我说还不如你安静下来 你静静的观察 你静静的纯思 看看自己一直以来 你到底错在什么地方 你到底存在什么地方 反正我是这么干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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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